今天早上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久不得新规 能否真正是逐市场的科网疑虑呢 今天早上在视频线另一端呢 是有邓崔勤的做客 来跟我们探讨相关的话题了 崔勤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看到这个内地政府方面 要慎防民企做大 近期呢开始对科网行业的监管要求 都是日益严格了 那么被视为行业新战场的 这个社区团购业务呢 也是遭到打压 那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与商务部昨天就召开了一个 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 当中提出要这个严控社区团购经营行为 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 要严格遵守这个久不得新规 当中呢我们看是包括 不得利用数据优势来杀手 以及呢不得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排除限制竞争 例如像电商平台 向厂商施压 要求对方呢不向其他平台供货 这种行为我们俗称叫二选一 那么有份参与到这次会议当中呢 我们看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 是有阿里巴巴呀 腾讯 京东 美团 包括评多多 滴滴等 全部都是行业内的规模 较大的知名聚集 那么这次这个会议 或者是颁布的这个新规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看待呢 可不会理解为 它是向市场释放出了一个 对于互联网聚起的红线 当这个红线列明之后 有没有机会打消市场 对于这些互联网 科技巨头的一些政治忧虑呢 我觉得在整体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 其实在会议中也是 态度也相当明确的 首先就要说 就是他们对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贡献 就说明了其实未来的一个发展方面 其实离不开这些科技巨头的 一个未来的一些支撑 对整体的一个就业也好 或者未来的一些科技的 一些发展也好 只是说这个社团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团购方面的一个情况 之前就是在他们的 自己大巨头方面的一个 烧钱的一个情况 可能相对来说 打压了整体的一个 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 就令到中央方面 也引起了他们的一个注意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我觉得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方面 也是在一个共同的情况之下 然后也是逐渐对他们 要一些规范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资本市场 也会对这些巨头方面 有一定的 不一定是说他们能够 永远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下去 也是需要一些规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规范 或者这个会议出来之后 其实整体来说 对这巨头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方面 也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只是说大家已经就是 发现了他们对未来的一个 他们前景方面的一个 规范性的一个情况在这里 而且短期来说的话 也要进入到一个 宁位收入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会议貌似看起来是 比较中性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在这个政策方面 大家可能最新的判断 应该是比较中性的感觉 但是我们从实质的内容上来看 比如说当中有提到什么 不可以二选一 在我的平台垄断的话 其他平台就不能上他的新品 包括大数据杀手 我是资深用户 可能我买的这个价格 就会比一些新用户 或者说没有注册的游客身份 买的这个价格 可能反而还要贵一些 所以这些其实东西 某种程度上我们会理解为 是这些互联网 他们本身一个盈利性的 一个突出点 或者说利用数码科技优势 所带来的一个 这个盈利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一个增长点 当这些方面都会开始 慢慢受到限制的话 其实对于这些互联网企业 他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盈利前景 或者说对于他们的这个市场 举他们那个估值憧憬的空间 会不会有一些打压下压的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 市场给这些科技的一些企业 或者一些新经济方面的 一些企业方面的一个指示来说 不仅仅说看他们一些短期的 一个盈利的一个看法 而比较采用一些比较长期性的 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看它三到五年 甚至五到十年 然后看特斯拉的这种 看到这么高的一个 估值的一个数据在这里的话 就已经是说明了 他们不仅仅看他们短期的一个 当然短期的一个盈利方面 也会对他们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会对股价方面有一个短期的一个 就是一个阻力在这里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不会就是说 对他们一个长期的一个股价方面 或者市场对他们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估值方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久不得或者短期 对他们盈利方面的一些影响的 一些新规的一个情况 有机会会对他们短期的一个股价 会造成运动的一个情况 明白 所以这个短线可能会造成一些盈利 或者是毛利方面的一些影响 但实质上可能市场对于 这些互联网巨头看的没有这么短线 可能更重要的是看整个在行业赛道当中的 一个发展前景跟展望的一个空间了 那我们来看看几只股份的表现情况 就像刚才翠行说的 对于这样一个比较中性的消息 今天整个在相关股份当中的反应 也是比较参差个别的发展 那像阿里巴巴 可能跌幅会来到1%以上 但是其他的我们看到今天版面上 看到美团跟京东 反而都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针对这些相关的 久不得新规推出之后 或者说在这几条红线画柱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互联网领域当中的几个巨头 那在我们的投资方面 应该做出一些什么的一个筛选取舍 给我们的一个投资偏好 会带来什么改变吗 崔行认为 其实就是一个中短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短期的这些科技的 一些巨头方面来说 是有一定的一个 就是大家在目前来说 在他们的一个走势上面 会有一定的一个整部 或者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性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选择 这些科技巨头的话呢 可能就变成你要拉长线一点 就要看他们本身的一个业绩 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些短期来说的话 可能目前是一个就是京东方面 它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中短期来说的 一个故事性会有一定的一个情况在这里 包括它也是上市了一个 他们开分它的一个业务方面上市 未来也会有机会开分它物流的情况上市 就是短期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股票方面 也是处于一个整部的一个阶段 跟这些科技的一些巨头一样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下 他们在一个低位的一个承接力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自己认为来说 他们在低位的一个承接力是绝对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一下 它第一在一个低位的一个承接力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看情况然后去分出的一个部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